HELLO 了世紀 KTNPUSHING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面人對上立陶安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的比賽 Wild跟Dout這場比賽是他們的終局之戰 也是完全比賽 Boss打好單馬 這場比賽的時候是3比3的比分 3比3的比分的時候 Dout跟Wild都迎來了賽幕局 我們先來看一下9點鐘方向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高面人 那Dout選擇高面 高面人作為地圖的優勢來說的話 應該可以直接把江土人當阿拉伯來打 只是中間還是可以插模仿去捕魚 那本身Dout本身是有異歲農田的關係 所以他可能不太需要捕魚 可以大量掃農田 用自己的農田之力產出大量騎士 那高面在前中後期 主力都還是用肉馬或是騎士作為主力 後期有機會才能轉大象 那奴炮方面也算是偏輔助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立陶宛人 YO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 對於大概3點鐘方向 那立陶宛人他的特色開局 不是開局喔 城堡時代的開局 就可以去撿聖物 撿到聖物呢 每撿一個騎士加裂提示的傷害 就會加一點 而且他的槍兵跟毛兵的移動速度特別之快 整體上來說 立陶宛人打僧侶也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高面人如果打大象復奴炮 就很容易被立陶宛人的僧侶給克制住 那他還有這個獵提示的關係 所以即使道德重裝騎士 也有可能會被立陶宛人的獵提示給壓制著打 那不管怎麼說 立陶宛人在武力方面 會比高面人更具有優勢一點 但高面人這邊卻有經濟加成 那立陶宛的經濟加成 只有每個TC會給100肉的效果 那以前是給150肉的關係 所以在一些特殊地圖或海戰圖 可以看到立陶宛的前期升級 上去打架的畫面 但是現在這個能力被改弱了 但是取了帶子 讓他3TC的時候 肉類更穩定 這太容易會有斷層的問題 甚至可以把一些居然轉成木頭黃金 轉生鋁去撿聖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情況 那封建塞兩邊應該也是小打小鬧 中間果然也是要來捕魚嗎 那為什麼捕魚這麼重要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捕魚跟打獵的支援速度 是一樣快的 基本上你看到這麼多的魚群在這裡 就是可以意思說 這裡有非常多的鹿群 可以來吃的概念 而且這個捕魚比鹿肉更好一點 是他這個魚群不會亂動 可能去打獵啊鹿啊 都可能會離魔房更遠 所以前期有來捕魚 確實好 但是重點是要怎麼防守上去 也是個問題 畢竟前期這邊要去防守來 也不是很容易 除非你蓋個劍塔 就會相當輕鬆了 但是高冕人呢 他的房子是可以入住村民的 所以真的被騷擾的話 還可以住進房子裡面 稍微躲一下 所以這裡有可能是道德 為了前期捕魚 所以選擇了高冕人也說不定 好 外奧在前方補下了一個軍營 這裡可能會直接打工兵開局 工兵開的話 後面黃金礦 待會也要下一下 看一下這邊哪時候要去補黃金礦呢 升到封建時代了 道德這邊是繼續補村民 外奧這邊稍微有升級慢了一點 但是他不需要科技上的限制 所以不用補均勻 可以直接下試劍場 這個算是高冕人的特殊能力 那城堡時代呢 也不需要點修道院大學或城堡 就可以升到地龍時代 所以高冕人的升級 可以打這個極限升級 是沒有問題的 外奧這邊果然是打槍兵加毛兵 槍毛前壓 外奧這邊打法有點壓力 但是槍兵過來想要搓騷擾 但道德不太想要理 好 工兵出來 開始反擊 好 這裡毛兵趕快過來 好 兩邊都想要守住自己的魚池 那YL這裡還沒有打算要補劍塔的關係 才剛說他沒有要補 然後他沒有補的話 那他防守壓力就會很大 因為他就不能邊打前線 邊守加力了 好 那這裡是決定補了一個馬舟 後面要靠稍微圍一下 下面這裡圍起來 指手上方的位置 那這個金礦座可能還要補個防守會比較好 讓村民隨時有地方可以逃進去 好 這邊開始繞到了左邊 道德家裡現在沒有人在防守 弱馬跟工兵都是往前走的狀態 好 這裡直接拉兩隻村民過來 但槍兵毛兵都來了 這裡要圍家不太容易 好 這裡也是往回家防守 YL這裡沒有人可以擋住 只能稍微圍一下 肉馬上前 直接先集火肉馬 先拿下一隻村民 應該是沒問題 這是毛病來了 有機會尾嗎 沒有尾沒有敲下去 這個地基 最後死了一村 YL有點小小失誤 曬末點的時候 出現這種小失誤 很尷尬 這裡直接拉村民 扁掉了一隻肉馬 道德拿到了本場比賽的手殺 好 後面這隻工兵繼續被追逐 好 工兵繼續出來 那這裡不能走到劍塔下面 因為這裡有毛兵可以反擊 所以我們不能做這種 卑鄙的事情 在劍塔上面偷偷射人家的資源點 好 那如果道德有這個想法的話 可能要轉更多肉馬 然後點個品種啊 攻擊力 可以把這裡大量的毛兵給解決掉 好 工兵抓下 槍兵 槍兵死去 1級射 1級防野點了 那立陶宛的槍矛前壓 我覺得跟 拜淡廷的槍矛前壓的強度差不多了 但是立陶宛更具有優勢的一點 就是移動速度快 更有主動權 拜淡廷則是有數量上 跟成本上的優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道德這邊是 工兵加肉馬 工肉 鴨子 算是一個比較大撒幣的玩法 這個需要花非常多的黃金跟食物 YO這邊則是有成本造價的優勢 畢竟垃圾兵就是比較便宜 好 但是殺傷力也是有點尷尬 直接擊火點掉了一隻肉馬 好 道德這邊挽回啦 先起打架 應該不會大打出手 畢竟大家都想要保持自己的火力 不太想要送往自己的單位 這樣就毫無招架之力了 那道德這邊的違法相當輕鬆 好 這裡稍微圍一下 家裡的地形就圍好了 好 空間的魚池 補下了第二個魔防 繼續捕魚 兩邊都是撈魚撈得很開心 好 這裡工兵一直被追上 三隻 工兵全部都被點光 這就是立陶宛的槍毛之力 啤動速度真的是有夠快 好 這裡看到三隻槍兵不在家裡 三隻肉馬 要趕快過來解一下毛兵嗎 好 現在工兵數量回到了五隻 五隻都在裡面 剛剛本來還有很多工兵 都被毛兵給點光了 好 這裡稍微收村 但是繼續捕魚 現在這裡只剩下四片虎 四個海冰魚群可以捕魚 好 關熱燒到右邊這裡 好 這裡被戳掉了一隻 肉馬過來解一下 毛兵想要攻擊工兵 工兵往回拉 六隻工兵先射掉槍兵 槍兵倒地 三隻肉馬上去無雙 開砍 但是YO又拿了一隻槍兵過來防守 好 捷影一下 好 這裡有機會 但是工兵 第一時間射掉 毛兵一直往前輸出 有點危險 好 城堡塞可以補了 倒車升級上去 這裡11個村民繼續捕魚 目前支援點來說 倒車經濟是稍微好一點點 畢竟有這個種田之力 運作效率還不錯 好 那立陶宛這裡是爺殿下的城堡賽 待會兒要來看一下 YO城堡時代怎麼打 四個重點 好 這裡往前 四隻肉馬 看到槍兵往後拉 工兵單位現在有七隻 好 這裡回頭 要小心 YO這裡 比較有優勢 因為他的毛兵 打工兵一發一隻 但是肉馬要敲死 毛兵需要敲很多下 結果一隻毛兵都沒有倒 倒了反正是自己的兩隻工兵 好 這裡點下瓶種了 還有一級工 風箭時代最強科技 瓶種 這裡很極限 差點要那一槍戳下去 就會往回拉 工兵往前走 先點掉 好 現在有點撐不住了 槍兵槍兵槍兵 找機會點 再一發 搞定 哇 毛兵直接被肉馬全部砍光 這真不愧是 風箭時代最強科技啊 這個瓶種 點完之後 無雙開打 YO這邊有點崩了 好 後面往後拉 小心小心 這裡要全部送掉了 肉馬不能硬打 因為都殘血了 好 這裡往回拉走 看要不要破門而入 好 倒車一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點下了騎士 直到騎士之後 YO在中間補下了非常多的木牆 想要防守 為中 好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看來要直接出列提示了 好 這裡為死 再補一個馬舟 好 好 寶可的 易吃遠農田 經濟優勢 已經領先了快到600支援了 好 城堡一蓋好 列提示趕快按 列提示的造價成本 甚至比騎士還要便宜 黃金相當省 雖然列提示的血量也是比騎士少了一些 好 這裡工兵直接倒兩隻 好 直接補一個大石牆 繼續補 工兵想要射村民 兩隻槍兵倒地 騎士繼續往前 但是肉馬一隻一隻的倒 下方又有騎士繼續進攻 這裡石牆補得很快 哇 列提示要來了 倒得好像有點太堅持要攻打這個區域 這個動作被打出來 但列提示也出場了 列提示現在數量不夠多 產能上還是比騎士 還要慢一些 好 這裡兩隻列提示進去 裡面騎士先往後拉走 後方騎士馬上跟上去 好 裡面第一隻 列提示也要倒了 兩隻列提示被騎士給集火 尷尬 列提示 血量沒有優勢 100滴血打120 品種趕快一點 就可以了 城堡時代出列提示 體質是ok 帝王時代才會有差距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騎士能不能 繼續壓制列提示 但是 列提示基本傷害很高啊 13加1啊 但是遇到大量騎士的情況下 還是被壓著打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撈魚 倒得這一把 打得相當兇猛 騎士好多啊 3TC開下 還可以按出這麼多騎士 還順著按了一隻森略 黃金應該是很極限才對 好 這裡偷撿生物被抓包 好 後方兩隻利鐵絲 看要不要去後面找下DOT玩一下 好 這根劍塔還很容易再修理 好 終於打破這個牧場 砍到劍塔了 劍塔血量開始下降 裡面村民被打噴出來 這裡一區終於全部屠殺完畢 YO這邊村民出 下降到只剩下42村 3TC出列提示 DOT這邊則是3TC出騎士 這個騎士採量相當穩定 家裡要防守的話 再出個修道院 好 用這個僧侶去招強列提示 也就能守住了 前方用騎士防守 好 這一個生物 我們來撿一下 好 YO這裡是要繞過中間的區域嗎 撿下了一擊馬卡 TC沒有打算要開 可能覺得自己開TC的時間已經落後了 這裡不打兇一點 挖寶 壓制對手 好 控DOT的農田黃金 好 才有機會打得贏喔 那這邊要不要出門蓋寶呢 那中間地方很難蓋寶 看起來是沒有地方可以蓋了 這個地方很能蓋 看DOT撒了一個農田 喔 列提示衝了進來 抓到了一些村民 DOT這邊居然還是給對手留了餘地 居然沒有為死 要開擁就要為死了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好 完蛋了完蛋了 這一波可能要死傷慘重了 收春收春 好 大量騎士回救一下 好 又射掉了一匹馬 這裏提示的遠防有夠薄弱 所以今天不像騎士雙防二阿 還是雙防一而已 好 大量騎士直接剿滅 圍著打 好 先全部死光 右邊有個蓋寶工作 好 這裏居然可以敲阿 沒有辦法吧 這個是錢 喔 這是什麽奇怪的畫面 為什麽這裏可以敲 敲地基 好 這個農田居然不受影響 直接敲得下去 有這回事 哇呦 居然這個地基敲了下去 城堡順利拿下這個城市中心 好 那待會雙馬就 雙城堡出列提示 經濟差距已經差距了30村有了 哇呦 還可以領先 軍事嗎 經濟弱勢 軍事現在也沒到領先的程度 好 那現在是賽末點 道德也是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沒有想要趕快猛攻 選擇了防守反擊 畢竟前期已經拿到了這些中間的魚池的村民優勢 雖然村民術目前非常領先 軍事方面也有足夠多的騎士 可以防守烈提斯 家裏甚至有很多聖物跟僧侶可以做防守 這裡把一些生物搬回家裏 烈提斯過來 第四天集火掉僧侶 村民倒地 後方的村民直接躲到房這裡 五隻村民 只死了一隻 YO這邊可能要再挖一根城堡出來 現在適合有在挖啊 有 那這裡就是YO的決勝點 要打贏經濟弱勢的情況下 挖寶插寶才是唯一有解的方法 好這裡16隻騎士 對上列提斯 10隻 那列提斯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哇這個真的是要一波打到底了 好先拆除了這根劍塔 到時候這邊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回轉重裝長槍兵 防守反擊 可能覺得待會騎士優勢會大滿無存 先轉個槍兵防守 會更安心一點 兵器列提斯數量多 自己用重裝騎士 不會有太多優勢可以反擊回去 好這裡到了 一個拖線 上面6隻 下面有一些 生侶 在考慮要不要放下生物去招翔 那時候是決定不放生物 帶回家就好 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確認一下黃金的處在地 道德這邊 果然還是放下生物 著想下列提斯 這裡生物 生女第一時間被突倒 兩隻生 列提斯過來直接 哇 擊潰了大量的騎士 哇列提斯 數量一起來之後 完全擋不住 哇列提斯傷好高 攻擊力有3點 這意味著歪歪有兩個生物 13加3的威力 瞬間擊潰了大量騎士 道德這邊騎士只剩下最後的6隻 這裡騎士 流了進來 有洞 我的天啊 道德 就要有洞 歪歪 這個洞沒有來得及補起來 但是 道德家裡也是直接被戳爛 列提斯只要一衝進來 聰明倒地非常速度快 好 再來壓寶 插寶壓寶 這裡趕快壓 但是這裡是槍兵的 產地 一直沒有機會敲下這個地基 繼續走來走去 後面 OK 終於蓋下去了 道德後面也補了一根城堡 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插寶 道德這邊補下帝王時代 哇 槍兵一直一直的搓掉了列提斯 列提斯史上輸入也是非常慘重 好 最後城堡蓋好 YO能夠蓋起來嗎 這根堡還有75% 剛剛那些重重長江兵 讓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敲下地基 這個效果非常巨大 哇 這裡可能要再十個幾村 經濟有點炸裂 YO66村打111村 村民差距快來到了一倍了 好 但還好這個邊邊角角 還是能敲這個城堡 應該說還是可以把城堡敲起來 這只是稍微有點痛苦 好 98.3了 蓋好城堡 搞定 好 得趕快補宮城七指導所 產衝車 趕快一點 因為自己是沒有要升帝王時代的人 如果能夠把道德這根城堡 在他產出第一台巨頭時機之前 用衝車解掉的話 那道德就會很危險了 沒有辦法累積自己的巨頭 那這根城堡依然健在的話 會非常危險 那道德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繼續產出更多的重光場槍兵 在家裡黃金礦在附近 稍微防守一下 避免列提斯衝進來 自己後面經濟就爆炸了 但是前面這些的產人都也被控制住 現在只能用這兩個軍銀 去慢慢產槍兵 不然後面再補一些軍銀會比較好 好 通車出來 第一台 這裡有木槍 好 捏個兩下 開門 開始工程了 道德地龍時代 升級上去巨型投司機 趕快產 通車只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再慢慢量產 好 槍兵第一時間點下了 疾病的升級 有疾病的話 打列提斯才有希望 好 通車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道德忍入負重 扛著衝車的傷害和列提斯 等疾病一好 道德應該就能反擊回去了 巨型投司機第一台出來 兩台沖車繼續輸出 要不要拉些村民過來 修理一下 修一下修一下 殺兩槍兵往前 槍兵第一時間戳掉了沖車 但是後方巨型投司機被列提斯直接操掉 後方的沖民有點危險 但是槍兵在前方繼續守住 列提斯扛著城堡傷害 再騷擾村民 第二台巨型投司機出來 YO有看到嗎 但是沒有時間去拉打 這裡城堡傷害實在太高 列提斯直接往後走 這裡一槍就是一隻村民 槍兵趕快來 前方城堡被修了回來 道德城堡鎖住 YO城堡即將倒下 第二台第三台 從車驅來 上方的巨型投司機也讓場成功 這一波反擊 道德是穩穩守下了 YO這邊村民處78村 他有機會反打嗎 要不要多開個TC 開始回農了 但是YO這邊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最終拿下比賽的勝利 道德這一波打得很精彩 槍兵後面趕快補 擊兵也升上去 槍兵第一時間沒有守巨型投司機 但是順利的把衝車給解掉了 很明確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威脅 衝車才是 那這個城堡守住之後 YO的最後的希望也就沒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德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資源快1萬億的資源 資源差距5000、2000、1500 真的輸了蠻多資源的 但YO不得不說前期的槍矛策略打得非常精彩 中期類提示也是直接把道德的騎士全部秒殺 但是道德藉由著自己的經濟優勢 農刀地龍四代槍兵一出來 YO就沒有了機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